967年村上天皇驾崩 献平亲王登基视为冷泉天皇 藤原石赖成为官白 新皇一上位就生出了令人头大的问题 原来这位冷泉天皇 虽是石赖的直外生 却好似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他和早年间疯癫成性的阳城天皇一样 是个重度精神障碍的病人 话说日本天皇们的短命和癫狂 真的是屡见不鲜 这或许和他们一味追求血统的纯正 从而频繁的近亲婚姻有关吧 冷泉的这个封病 令藤原石赖不得不准备一个预案 以防万一 然而藤原石赖想要顾忌重施 把新皇换下来 却在藤原市内部遇到了阻力 其中弟弟藤原石尹是藤原石赖的支持者 但因为冷泉的母亲藤原安子 出自藤原师府一脉 冷泉受到藤原师府的儿子 藤原伊尹 藤原奸家的维护 藤原伊尹还把女儿送进了宫 有望产下皇子 两派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最终形成一个妥协方案 冷泉暂时保下皇位 但须得从他的两个弟弟中 选一个出来做皇太帝 但到底策立哪位皇帝 似乎也有所争论 十六岁的维平亲王 聪颖秀义 深得乃父村上的喜爱 他本来是皇太帝最有力的人选 却有个致命的弱点 这时 维平已经娶了村上天皇的兄长 臣级降下的袁高明的女儿为妻 据说 袁高明深受村上的信任 村上还特意安排 让维平娶了袁高明的女儿 一旦维平成为皇太帝 日后天皇的岳父大人 就大有可能是袁高明而不是藤原某某 藤原市沿袭数代的外戚血脉及权势将不复存在 在藤原一族看来 这是无法忍受的事 还是守平亲王更得藤原家的青睐 因为九岁的守平还没到娶亲的年纪 日后 无论是藤原时赖还是藤原依业 都有可能把女儿送入他的后宫 于是 在藤原市的主导下 守平亲王在匆忙之间 被册立为皇太帝 除了藤原市 其余公卿全都被蒙在鼓里 等到生米煮成熟饭 袁高明已经无力回天 然而 袁高明和维平亲王才名在外 令观白藤原石赖如坐针毡 无法安枕入眠 又过了一年 968年10月 冷泉和藤原伊尹的女儿 藤原怀子 诞下一个皇子 这个皇子的到来 令事态更加复杂 藤原石赖 要想巩固自己这一脉的权位 就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于是 他又掏出了祖辈的拳斗宝典 想出了一个构陷入罪 排除一己的戏码 一时二鸟 不仅除掉了袁高明 还顺势把冷泉赶下了台 968年11月 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 他就是连仓幕府 争仪大将军袁赖朝的祖先 袁京基的儿子袁满仲 就像前面视频里所说的那样 当时的武士还只是贵族的家权 袁满仲能成为社官家的事 也算高出其他武士一头了 历史上确实也留下了许多 袁满仲多屯捧屁的意识 对于主家交代的差事 他自然不敢怠慢 某日传来消息 说藤原诗尹 接到了袁满仲的告密 袁高明正意图废掉冷泉 拥立女婿为平亲王 与以往很多次密告事件一样 即便毫无证据 被指控的人还是遭到大肆追捕 最好在指控一些下级贵族的同谋 这些人毫无预警地 被挂上谋逆的罪名 等到下雨后 威逼利诱一番 难免找出些若有似无的蛛丝马迹 袁高明也是聪明人 得到消息后 他立马削发为僧 以明心智 希望能留在平安经里 做个闲散的画外之人 但藤原石赖哪肯答应 这个学舍和汉 精通王朝典故的皇族 被贬为大宰帅 去了九州岛 他在京都郊外的私底 也被一把火烧的金光 这一起史上称为 安和之变的构陷事件 与奸元道真当年 被贬离京的旧事如出一辙 藤原石赖除掉了政敌 顺势还打压了 藤原伊尹的气焰 因为袁高明 娶了成元师傅的女儿为妻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一隐一派的人物 道士告密者圆满中一门 从此成为藤原市最亲密的走狗 969年 安和之变大半年后 20岁的冷泉 让位给皇太帝首评亲王 视为圆戎天皇 又过了一年 成功结束一轮拳斗的 藤原石赖和藤原师尹兄弟 在同一年离开了人间 藤原伊尹继任摄政 把女儿藤原怀子 和冷泉生的师真皇子 立为皇太子 但藤原伊尹也没风光多久 两年后也步了藤原石赖的后尘 道士袁高明 被赦免后 顿迹山林 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 直到983年 才离开人世 随着几个有利人物的 相继死去 朝廷政治迎来新的轮回 故事的主角又换了一批 皇家这边 有在位的天皇元戎 退位的封王冷泉 以及代位的皇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花山天皇 而社官家 则有藤原石赖一脉的 小野公流 和藤原师傅的九条流 锣鼓声响 帷幕拉开 心系又将开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